夜深人静 一艘孤船 两个人影 我们通过热成像也能够清晰看见 有人在江边 三重磁网 所到之处一网打尽 三层 三个网 坐在一起 形成一个几乎密不透风的网 划分区域 串通作案 非法销售 晚上这些 出现几个小时 都把钱搞个 结果我的时间 放在一万五千块钱 慌忙挂断的电话 迁出隐匿多年的非法活动 他接电话的时候 从事有很慌张 就是说了两个是没有 长期是在凌晨三点至四点期间 进行非法补的活动 午夜的营生 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四川省广安市武盛县嘉陵江边 这是当地公安民警和余政执法人员进行的一次联合巡查行动 在巡查的过程中 江面的一个异常情况引起了巡查人员的警觉 于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就急忙隐藏在旁边的草丛中 就看见了两名男子在嘉陵江流域中央以可的行为 巡查人员经过三个多小时的蹲守 抓获了两名可疑男子 在他们的车里 巡查人员发现了一些可疑物品 发现了车上面 载有十余金 非法捕捞的水产品 车上的箱子装的分别是龙丘 鲫鱼和鲤鱼等多个品种的野生鱼 共十余金 这些野生鱼是两名男子在嘉陵江里刚刚捕捞的 各位好 欢迎收看《近说法》 这次抓捕行动是公安民警和余政执法人员 连续多天巡查蹲守后的一次收获 根据这条线索 当地警方打掉了一个涉及多人的非法捕捞团伙 涉案金额达两百六十余万元 非法捕捞的地点位于长江的重要支流嘉陵江流域 那么警方是如何顺藤摸瓜 打掉了这个长期进行非法捕捞的团伙呢 四川省广安市武圣县 地处四川省东部嘉陵江中下游 嘉陵江作为长江的主要支流 在广安市武圣县辖内长达一百一十七公里 有着千里嘉陵 武圣最长的说法 嘉陵江及其支流野生鱼类资源丰富 水域比较长的 这个鱼类的种类是比较多的 鱼量也是数目也是比较大的 自2021年1月1日起 长江干流和重要支流 大型通江湖泊等重点水域实行十年进步 为了贯彻落实这一政策 从2021年起 武圣县农业农村局 公安局 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 部署开展了打击非法捕捞 和打击市场销售非法捕捞鱼货物的 专项整治行动 我们和市场监管局 农业农村局 经常现在常态化地 开展联合巡逻执法 我们的鱼人中队 开了个执法船 执法艇 在嘉陵江面巡查执法 节目开头提到的抓捕行动 就是在一次日常巡查中发现的线索 时间回溯到2022年6月的一个夜晚 四川省广安市武圣县公安局民警 和当地余政执法人员 正在进行一次例行夜间巡查行动 尽管夜色已深 巡查人员并未放松警惕 刑至嘉陵江万善河断时 江面上的一个异常情况 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仿佛有 看得见有一艘小船 在那里晃动 那个小船上好像有两个人 午夜时分 江面上出现晃动的黑影 这是有人在江上吗 巡查人员立即警觉起来 当时时间已经很晚了 而且两名男子在江中央并没有开灯 当时我们就觉得非常可疑 由于巡查人员的位置 在岸边的芦苇丛旁 距离江面较远 只能隐隐绰绰地看到江中央 有一艘小船和两个人影 这是巡查人员 用红外线摄像机拍摄的画面 通过红外线 我们观察了一下 发现这个小船上 好像有两个人 看它的动作好像是在撒网 但不是肯定 通过红外线摄像机 巡查人员相对清晰地观察到了 船上人员的轮廓 但是并不能准确地判断 他们究竟在干什么 当时我们还判断不了 它是在进行什么活动 但大概能够推测 一般人来说 它是不会到 嘉林江流域里面去 巡查人员仔细地观察着船上人员的举动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江上的船只缓缓向岸边靠近 船只靠岸后 船上的人影好像在拿什么东西下船了 此时 巡查人员也来到了岸边 从江面上返回到岸边 在返回岸边的同时被我们现场查获 将两名男子查获后 巡查人员发现他们手里拿着编织袋和竹框 岸边不远处的水桶里装满了活鱼 停靠在岸边的车里还配备了助养设备 除了野生活鱼 巡查人员发现 男子手中的编织袋里 装着他们用来捕捞的工具鱼网 三重刺网是由三层不同大小网眼的鱼网 组成的一种特制的捕鱼网 因其对鱼业资源破坏严重 又有阻挡鱼类回游 影响河道通航等诸多危害 早在2021年就被农业农村部列为 长江流域重点水域36种禁用鱼具之一 面对收缴道的野生鱼和鱼网 民警判断 这两名男子是在夜色的掩护下 进行非法捕捞的活动 那么被抓的这两名男子究竟是谁呢 这两名男子分别是陈某玉和张某军 陈某玉是当地的渔民 已经年过七旬 有丰富的捕鱼经验 张某军也是本地村民 四十多岁 他们两个人为什么会聚在一起 进行非法捕捞活动呢 正当民警打算进一步深究时 张某军的电话响了 我们在盘问他 张某和陈某的这个个程中 张某的电话突然响起 而且接了一下 只说了两个字 没有 这样的时间 谁会和张某军通话呢 张某军不自然的反应 和简短的应答 引起了民警的警觉 凌晨四点多钟 打进来的电话 而且当时张某军 接到这个电话的时候 神色有点慌张 这通电话是谁打来的 张某军反常的举动 又隐藏着什么秘密呢 当时我们隐约听到了 电话里面是一个男子的声音 也不像是张某军的家人 在催出他回家的电话 出于一种直觉 民警认为深夜打来的这通电话 肯定是有原因的 电话那头的人 或许与本案有牵扯 询问张某军 这个电话是谁的电话 张某军极力否认 并说没什么 为了减轻张某军的抗拒心理 民警没有继续追问下去 而是决定对这通电话 进行暗中调查 通过对张某军和该号码主人 通话时间通话频次的查询 民警们发现了端倪 发现刚才给他打电话的这个人 经常在晚上三四点钟 他们打电话联系 一般情况下 非法捕捞人员的背后 通常会有收货余货物的买家 结合打来电话的时间推测 民警认为 这个电话的主人 极有可能就是两人背后的买家 打来电话的人是周某强 经过进一步调查 民警发现 周某强是武圣县某镇上的 一名餐馆老板 那么张某军和陈某玉 捕来的野生鱼 是卖给了周某强吗 通过对张某军 陈某玉的讯问 两人都交代了 其将非法捕捞的水摊品 卖给了裂面证长征 后面我们根据 他的微信交易流水记录 跟他的供述是一致的 经过调查 民警确认 张某军和陈某玉 捕捞上来的野生鱼 的确都是卖给了 这个餐馆的老板 周某强 餐馆老板 长期销售野生鱼 去周围老板 心说 长期在售卖大河雨 量也比较大 明查案房 从供货源头 查出更多线索 我们对这个店 店主的背景 及其他的一些 情况进行的调查 多点潜伏迅速出击 违法人员一网打尽 午夜的营生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黑夜里的一通电话 牵出了非法捕捞 背后的交易链 据陈某玉和张某军交代 两人偷偷进行 非法捕捞活动 已经持续了近两年 除了陈某玉和张某军 餐馆老板周某强 也进入到了警方的视线 那么陈某玉和张某军 之前卖给周某强的鱼 都去了哪里 还有哪些人 在从事这样的非法行为呢 周某强的餐馆 是在售卖野生鱼吗 民警决定到周某强的餐馆 进行调查 我们进行了一个 外围的走访和摸牌 据周围老百姓说 长期在售卖大河雨 量也比较大 为了不惊动餐馆老板 民警首先从餐馆外围 进行调查 发现这家餐馆的生意 比较好 每天销量也很大 那其中销售出去的这些鱼 究竟是不是野生鱼呢 民警进入餐馆 继续进行调查 我们的民警假装成时刻 进到店里面去查看情况 发现店铺里面 后处里面 均存放有大量的水产品 当时我们跟老板聊了聊 老板说他这个鱼是属于生态鱼 要比其他的鱼稍微贵点 生态鱼的提法 是很多餐馆都会打出的一种 招揽顾客的提法 有别于鱼塘养殖的水产品 而周某强的餐馆里 就声称销售的是生态鱼 那么他们所谓的生态鱼 是出自哪呢 通过对店铺的调查走法 店老板的询问 以及客人的反馈 初步判定这个店 有购买及销售 嘉宁江河鱼的重大嫌疑 周某强销售的水产品中 很可能夹杂着野生鱼 结合周某强餐馆中 水产品的存量 和来往时刻的数量 民警判断 周某强的供应商 应该不止张某军 陈某裕两人 于是办案人员决定 围绕周某强展开 更深入的调查 我们就对舍机 进入了一个调区 发现他经常晚上 和很多人在联系 特别是在凌晨 四五点钟的时候 民警通过侦查发现 与周某强频繁往来的 可疑人员有二十个 那么这二十人 是否都与此案有关呢 在这二十几个人当中 我们再次分析 发现其中有十几名人员 有跟经营水产品职业 有相关的经历的 或者说以前有什么 是退捕于民什么的 所以我们根据 这几个综合来判断的话 就锁定了这十几名 可疑人员 缩小范围后 警方对这十几个人 逐个进行排查 发现了这些人的 一个共同之处 对这十几个人员 进行了再次分析之后 发现了这十几个人员 都是居住在嘉陵江旁边 这十几个人 都是生活在嘉陵江边的 退捕渔民 或者是水产品经营者 这让警方加大了 对他们的怀疑 为了进一步查明真相 警方对他们逐一进行了调查 并扩大了巡查力度 主要集中在四个点位 四个村 于是我们就加大了 对这四个村的嘉陵江河段 加大了巡逻力度 在这四个点周围 进行连续多日的晚间 布控活动 执法人员每天都会蹲守 在可疑点位附近进行侦查 2022年7月13日晚上 江面上有了动静 凌晨1点钟的时候 我们发现四个点位 均有多名男子 到达嘉陵江流域里面 经过蹲守观察 民警确认四个点位上的人 在进行非法捕捞活动 警方决定展开抓捕行动 抓捕的时候 第一要抓现行 第二要注意安全 第三还要在他们同时 进行非法捕捉水产品 合同的时候统一进行抓捕 第二天凌晨2点 随着四个点位的渔船 陆续上岸 抓捕行动开始了 在当天晚上凌晨2点至4点 这四个小组 分别对现场进行非法捕捕的 多名男子进行抓捕 一共抓捕了12名 发出嫌疑人 在嘉陵江里安镇 岳江村河段 民警抓获黄某贾某两人 当场缴获渔网11副 自制渔船一艘 在嘉陵江东西关大坝下游 民警抓获蔡某陈某刚等6人 当场缴获渔货物4公斤 禁用渔网1副 在嘉陵江裂面镇另一河段 民警抓获张某陈某 当场缴获物9.65公斤 查获禁用渔网9副 在第四个点位 民警抓获陈某 杨某化 缴获渔网6副 当场缴获渔货物6.8公斤 抓不到的犯罪嫌疑人中 警方之前一直在调查的 餐厅老板周某强 也在其中 周某强到案后供述 他不仅大量收购野生鱼 同时自己也会亲自到江里捕鱼 这个周某呢 开到有一个鱼餐馆 又平时要 从事一些简单的鱼鱼 警方调查发现 这些盗案的嫌疑人 长期捕捞包括龙丘 鲫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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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辣钉等在内的 多个品种的野生鱼 人进鱼之后 非法捕鱼之后 鱼的经济价值比较高 他们卖出去 一直把它当成一种经营合同 长期在存事 据盗案的嫌疑人交代 他们非法捕捞的鱼货物 都会售卖给像周某强 这样的餐馆老板 或是别的从事水产产品的 门市老板 对于这些非法鱼货物的交接 他们都采取简单 直接的方式 除了当场抓获的12人 警方通过审讯 以及核查可疑人员的交易记录 又抓获了涉嫌购买野生鱼的 水产品老板陈某荣等 4名犯罪嫌疑人 涉案金额总计260余万元 2022年9月16日 张某军 陈某玉等犯罪嫌疑人 分别因非法捕捞水产品罪 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此后16名犯罪嫌疑人 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那么这些犯罪嫌疑人 是如何聚集起来的 他们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从事非法捕捞的呢 提前踩点 规避巡查 长期进行非法捕捞活动 我们的时间砍 砍到哪个当中有检控 有检控的话我们不得去 分散作案 眼人耳目 大量捕捞售卖野生鱼 这些犯罪嫌疑人 就是在2020年年末的时候 也就是10年长江禁迷开始的时候 就开始进行了非法捕捞的活动 法院提及管辖 严厉打击非法捕捞行为 近几年来 特别是实施长江十年禁迷以来 特别中大的一个侵事案件 所以说我们就进行了提及管辖 午夜的营生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司法机关调查发现 这个非法捕捞团伙的成员 都是本地村民 对当地流域各处的地形相当熟悉 十年进步后 尽管此前的渔民都已经退捕 但一些人还是心存侥幸 非法捕捞前 他们会有意识地进行踩点 我们的时间砍 砍到哪个当中有检控 有检控的话我们不得去 为了躲避执法人员的巡查 非法捕捞人员还会将作案工具 分散藏匿在没有监控的河岸 掩人耳目 待夜深人静在下水作案 如此做法 给执法人员的巡查带来了难度 据他们供述 他们并没有固定的作案时间 人员的搭配也很随意 因为知道这些行为是违法的 他们都会选择在夜间活动 每晚的收获量也都各不相同 案件起诉到法院后 由于案情重大 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对该案提及审理 法院对于长江的生态流 一个保护也进行了一个高强度的 就是一种高严密的一种法治状态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是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4条的规定 里面法院对于辖区内的重大的刑事案件 就是环子二类案件 可以提及审理管辖 所以说这个案件 因为它是在我们广安市辖区范围内 近几年来 特别是实施长江实验 禁运以来 特别重大的一个刑事案件 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 水产店老板陈某荣等三名被告人 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至拘役四个月不等的刑罚 并处罚金五万元到一万元不等 明知道的是 他们出售的大河鱼 是属于他们非法补牢 而形成的鱼货物 就进行收购 那么他所涉及到的这个收购的金额 也达到了二十亿万元 那么这三个人就构成了 也是隐瞒犯罪所得罪 法院同时审理认为 参管老板周某强既参与非法补牢 又收购了他人的非法补牢所得 同时进行转售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缓刑一年六个月 并处罚金一万元 被告人张某军 陈某玉等十二人 犯非法补牢水产品罪 判处他们两年有期徒刑 至四个月拘役不等的刑罚 并处相应罚金 好 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嘉宾 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的 常吉文副所长 欢迎常所长 常所长 百安当中 有的被告人是被判了非法补牢罪 有的被告人是被判了掩饰隐瞒犯罪 所得罪 那么这两个罪名在法案当中 有什么关联呢 譬如在禁渝区 禁渝区 以及法律所禁止的补牢方法 去补牢的 那么就构成非法补牢罪 这个罪名按照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警察院 关于办理野生动物资源 这个相关犯罪司法解释的 这个规定 五百斤以上的余货物 或者是一万元以上的余货物 就构成这个犯罪 如果在禁渝区 禁渝区采用非法补牢的工具和方法 那么没有这个金属的 或者金额的限制 在本案之中 就查获了一些 这个禁止使用的这个渝网 就属于禁止补牢的工具和方法 这是这个犯罪的构成的要件 如果是餐饮公司 或者渝业公司 这个非法收购 非法补牢的这个余货物 前提条件是 明知对方是非法补牢的 而去收购 那么对于这个餐馆老板 就可能构成掩饰隐瞒 方家所得罪 张所长 那本案当中呢 被告人受到了相应的惩处 那么对于已经造成的环境破坏 法律上还有哪些规定 可以挽回这些损失呢 一般来说 首先是没收余货物 没收 然后呢 除以罚金 在这个情况下呢 一般还要求 这个恢复被破坏的生态 恢复被破坏的生态呢 经常有这么一种方式 就是呢 让这个被告 这个去偷鱼苗 或者呢 有关的机构 到长江里边去偷鱼苗 然后你支付相关的费用 这个是比较常见的 有的情况下 还需要赔偿生态损失 张所长 长江十年进步 目前成效如何呢 通过长江流域 三年进鱼的这么一个工作 来看成效还是不错的 我5月1号 到这个长江流域的宜昌 包括湖南 约阳 湖北 荆州 我都去做过调研 曾经在长江边上 是很难看到大鱼的 我在5月1号 在湖北宜昌市的长江边上 这个大概十来分钟的时间 看到这么大的鱼呢 那是不少 甚至还看到了 这么大的鱼 这个在以前 是非常难以想象的 以前补牢 过度补牢 所以长江流域的 鱼业资源 遭受比较大的破坏 这三年度的时间 很多的鱼种 得到了恢复 生物多样性 也得到了修复 所以长江三年进鱼 这个成效是很显著的 如果十年下来 那么对于修复长江被损的生态 应该来说 这个会有相当好的效果 本案中这些被告人 其实都是嘉陵江沿岸的村民 他们与嘉陵江朝夕相处 更应该了解 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的真谛 明白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他们应该去守护这片避水 而不是选择破坏 爱护自然 呵护生态 应当成为我们每一个人 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好 感谢收看今日说法 也感谢常吉文副所长 参与我们的讨论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央视综合频道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内容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